三国演义中对斩杀魏延的成功归结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 书中讲诸葛亮善于官人面相 他在魏延出营时看到魏延脑后长有反骨 因此料定自己死后魏延必然趁乱谋反 于是设下一计令马带怂恿魏延大叫谁敢杀我 趁其不备斩下魏延头颅 这样的精彩段落其实是三国演义的一种艺术化描写 那么真实的魏延是个反骨仔吗 他的死是否和装逼有关 魏延是蜀汉后期当之无愧的国防中间 史书记载他性情飘悍武艺娴熟 更难得的是他胸藏套略 智勇双拳绝不是只会砍人的匹夫一个 把他认定为三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也不为过 魏延出身低威演义中说他原为刘表部下 后来投靠长沙寒玄 三国至中他却是在刘备入川时才提及 夺取一周时作战勇猛屡立战功被升为衙门将军 后来刘备夺得汉中要绝拔一将留守汉中 当时关羽正镇守荆州 那么以资格而论汉中太守一职 自然非万人敌张飞莫属了 就在大家都以为张飞即将走马上任时 刘备竟破格提拔了彼时还默默无闻的魏延 其实就算张飞当不上 还有一身势胆劳苦功高的名将赵云 怎么也轮不到资历尚浅的魏延 可是独具慧眼的刘备 却将留守汉中这一艰巨又重大的任务交给了他 当时可谓是全军皆经 魏延也雄资勃发地对刘备许诺 若曹操举天下而来 请为大王拒之 偏降十万之众志 请为大王吞之 韩非子曰 宰相必起于周郡 猛将必发于祖武 此话几乎是真理 后世有人分析 官 张 赵都是冲锋斩杀的将才 然而 要论起起谋战略来 则远逊于魏延 所以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 在知人善任 伐人于威剑上 刘备眼光远强于诸葛亮 宜陵之战 蜀军声势浩大的东征 以大败告终 这一败刚建立不久的蜀汉政权内部 遭乱反叛内讧此起彼伏 北方强大的曹魏虎视眈眈 随时有可能侵犯汉中 而魏延这时也确实把汉中打造的固若金汤 后来的继任者王平将为都得益于魏延建立的防守体系 不但使得曹魏不敢窥视汉中 为稳定蜀汉国事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也用事实证明当初 刘备力排众议重用自己是无比英明之举 魏延的谋略 从他在诸葛亮出兵伐位时 献出的一条子无古旗谋上可见一斑 魏略记载 魏安息将军夏侯茂 是曹操的小女婿 此人既无谋又无勇 而且那切很多 你只要拨给我五千精兵 五等自带粮草 自秦陵以东子无谷 咸梅向北极进 不出十日便可抵达长安 好色胆怯的夏侯茂 见我神兵天将 必然仓皇弃城而逃 夏侯茂一逃 城中便只剩些 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官了 即便曹操亲帅驻扎在 魏国东部的兵马救援长安 最快也得二十余日才可抵达 丞相你所率的蜀军主力 定可先期到达 如此则咸阳以西 一举可定义 许多后世军事家 对魏延这条奇迹推崇被制 认为他对彼时的敌我态势 以及对当地特殊地形的 预判与妙用无比精准 假若依奇迹而行 或能产生事半功倍之奇效 成功的可能性极大 遗憾的是 诸葛亮却认为 此迹太过冒险而拒绝采纳 史书中透露出的信息表明 魏延并没有谋反的意图 而关于魏延的死因 即便是在证实上 其实也是有两种说法的 按照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 诸葛亮死后留下遗言 让杨仪、姜维截至蜀军退兵 同时让魏延断后 如果魏延不愿意走 就让魏延留下 姜维和杨仪先走 结果魏延果然不愿意撤军 认为诸葛亮去世之后 应该由自己统军继续北伐 听说了诸葛亮的安排之后 魏延勃然大怒 自己率领军队 抢在杨仪和姜维的前头 占领了南谷口 还烧绝了撤军的战道 这下可就热闹了 杨仪和魏延分别派人给刘上 上表说对方谋反 刘上也摸不清楚情况 就问世中董允和蒋婉 这两个人都觉得杨仪应该不怎么会反 但是魏延不好说 为什么这俩人都向着杨仪呢 一方面 当然因为杨仪是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官 而魏延是武将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是因为魏延这个人平日里太孤傲了 得罪了很多人 在关键时刻 就没有人在朝中给他说话 于是刘上就命令蒋婉率领宿卫营向北 去考察着互相告对方谋反是怎么回事 蒋婉还没有到 魏延竟已经开始进攻杨仪和姜维了 这一进攻魏延就丢了礼 王平大呼 丞相刚刚去世 你魏延怎么就敢做自相残杀的事情呢 诸葛亮在蜀军中的威望 毫无疑问是巨大的 王平这么一诈呼 魏延的军队知道自己不占领 于是一晃而散 魏延一看不行了 就和自己的儿子们往汉中跑 杨仪看自己占了上风 就派马带追杀 终于在汉中城外虎头桥 斩杀了魏延 在今天的汉中 还有马带斩魏延处 马带把魏延首级交给了杨仪 杨仪就扔到地上狠狠地踩 并且叫骂道 雍奴还敢作恶否 所以按照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 这就是蜀军的一场内讧 魏延和杨仪都没有反叛的心思 就是狗咬狗 一嘴毛的事 因为俩人即便是诸葛亮在世的时候 都互相看不对眼 现在诸葛亮一死 没有压制他们的人了 以前积压的矛盾就开始爆发了 三国演义基本上就是按照三国志中的描述 加上了诸葛亮一记 马带斩魏延的情节 但是需要声明的是 在三国演义中 魏延走投无路的时候 流露出投魏的倾向 这在证实里面是没有的 魏延致死也没有想过去投奔魏国 如果说三国志里的描述 只是让人惋惜的话 另一本同时代的史书魏略 描述的就更加让人扼腕长叹了 根据魏略的说法 诸葛亮临终前把军务托付给魏延 魏延就率领着蜀军缓缓后撤 因为杨仪和魏延不合 看到魏延掌握了大权 杨仪很害怕 于是就在军中造谣 说魏延要谋反 要去投降魏国 然后率领手下人马突然发难 进攻魏延 魏延仓促之间控制不了局面 不得已逃向汉中 结果被杨仪派马带追赶上杀死 然后把内讧的罪责栽赃给了魏延 甚至还诛灭了魏延的三族 如果魏略中说的是真的 那么魏延同样是死于内讧 但是责任完全在杨仪 三国志和魏略相同点都是 杨仪真小人 魏延低情商 死于最蠢的内讧 两个人什么也没捞到 撤兵后 丞相的接班人选了废一 于是杨仪小人的嘴脸 开始遮不住了 到处胡说八道 一年后被贬为庶民 气得血信给刘尚 肆意发泄不满 甚至谩骂朝廷 刘尚不是魏延 直接恩赐杨仪自杀 魏延事件 对于风雨飘摇的蜀汉来说 简直祸不单行 而在诸葛亮去世之后 军队里职务最高 战功最显赫的就是魏延了 本来魏延最有希望继承诸葛一致 统帅蜀汉的军务 而他在汉中的赫赫功勋 也证明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可惜在内讧中丢了性命 蜀汉又丧失了独挡一面的大将 汉中虎头桥一指 除了碑文之外还有一幅对联 虎桥往事明月之 汉水长流太守明 或许就是在表达对魏延的惋惜之情吧